百年大党,历百年风雨,度百年沧桑 它如何从弱到强,如何从苦难到辉煌,如何创造无数奇迹 一话一故事,带你一窥百年大党的成长密码 它叫陈旺道,因翻译共产党宣言过于聚精会神,把墨水当红糖吃 它叫夏明汉,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它叫张思德,年纪轻轻就巧设局俘虏上百敌军,尽显有勇有谋 它叫邓可运,是红军的运量官,却未省粮食,饿运在粮蛋旁 他们是宁都群众,曾想方设法节约食盐供应红军 喝无盐汤的习俗,保留至今 他们是红军战士,哪怕只是吃了老乡一块红薯,也坚决要按纪律付钱 他们是红军战士,在竹筒里留下闪亮亮的银元作派金,生怕老乡吃了亏 他是红军师长,为不让敌人阴谋得逞,他脚断肠子,以死明治 他叫刘启耀,宁讨饭挨饿不断花组织经费,留下腰缠万贯讨米人的绰号 他们是红军女战士,把唯一的一条行军背,捡了一半分给穷苦百姓 既暖人身,又暖人心 他们是遗蒙红扫,把有限的奶水流给了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 亲生骨肉只能吃骨护汤果腹 他们是心死军战士,大年夜为不打扰群众,在风雪中,骨熬了一夜,变成雪人 他叫赵伯,两枚铜钱的自律,换来牺牲后,群众为他住八十斤的铜像 他叫邓玉芬,丈夫和五个儿子因抗日牺牲,被遇当代舍太君 他叫钟祺,为革命牺牲前,叮嘱新婚妻子一定要再嫁 他们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婚礼,进险革命者的浪漫和大无畏 他叫郑天祥,小小一个数字上的错误,让他终身牢记,认真二字 他叫李白,是经典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形 他们宁可全家跳入波涛滚滚的大海,也不让党的机密落入敌手 他叫雷震,为帮狱中同治治病,不惜卖掉婚戒,最后壮烈牺牲 他想骑毛驴去北京,感谢共产党带给他新的生活 他是县委书记,却整天骑着破自行车,流连在田间地头 他叫安夜民,烈焰焚身仍坚持战斗,战斗赢了,他却牺牲了 他叫焦玉露,别人劝他不必轻负一线调研,他却说别人嚼过的膜没味道 他叫钱学森,大科学家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说自己信钱但不爱钱 他叫孔樊森,殉职后一物里,只找到八块六毛钱 他们是抗洪中的共产党员,立下势与大帝共存亡的生死碑 他叫杨善舟,二十二载辛勤耕耘,却把价值三亿元的林场,无偿献给国家 他们是空降兵,为进入地震灾区救援,从四千九百九十九米的高空,完成惊天一跳 他叫张富卿,隐瞒自己战斗英雄身份六十载 出演,出演,出演,滓岩